Hello 大家好 今天还是22号 为什么要多录一期呢 因为接到了一个电话 电话说呀 我这儿最近这几天 关于上海的事情说的太多了 而且传播的都是负能量 有那么多正能量 有那么多美好的事情 有那么多光辉的 伟大的光荣的 事情 我怎么一个都没看见呢 为什么我不讲一讲呢 所以我这个就是 故意的有意的 传播负能量 给上海抹黑 给防控抹黑 给大局抹黑 给这帮黑心滥费的官员抹黑 是吧 所以加一期吧 那期也就不删了 不删了 也没说啥 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是吧 列举的每一个案例也都是真的 咱一句假话都没说 无非是挑挑拣拣嘛 你们说的对 是老王挑挑拣拣 只说负能量 只说不好的 所以加这一期 咱们呢就只挑正能量说 就挑官媒的说就完了呗 官方怎么说 咱就怎么说 宣传一下好人好事 学类风的事 那个伟大光荣正确的事 好不好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们 坐好了 搬好小板凳 坐好了 然后也坐稳了 符文坐好 老王要传播账能量了 要阅读 官方报纸了 首先这条消息 来自澎湃新闻 澎湃新闻报道说 上海静安区的景凤小区居民 自发组织了志愿者 轮椅队 为行动不便的居民 进行核酸检测 提供了便利 每天到了做核酸的时候 都会有专人到楼上 为身体有残疾的 叔叔阿姨们服务 阿姨 我来背您 到了楼下 还有我们的轮椅队 等着您呢 志愿者们 把阿姨背下了楼 扶上了轮椅 一路上有说有笑的 向着核酸检测点走去 阿姨亲切的说 谢谢你们啊 哎呀 这他妈是正能量 你他妈有那功夫 把人啊 把那么大年纪的残疾人 折腾到楼下 你他妈的上去捅一下 不行吗 费这个劲 我操真是啊 哎呀 这算了算了算了 今天聊正能量 哎呀 我觉得上海也翻不出 什么正能量了 是吧 看个别的地方的 看个深圳的吧 深圳有个保安日报 也不知道今天媒体抽什么风了 这个报道的题材都差不多 深圳的保安日报 今天报道说 贵乡社区残疾人协会 专制委员郭子峰统治 成立了志愿者小组 每天到了需要做核酸的时候 志愿者团队的小伙子们 就会跑到楼上 把残疾人和年纪大的人 以及身体不方便下楼的老年人 背下楼 抬下楼 抱下楼 我操 七十多岁的刘大爷 做完核酸后 回到家中 紧握着郭子峰的手 连声道谢 小伙子 辛苦你了 我估计这个人一定是手残 不然的话 打死你呀 操你们大爷的 这他妈是正能量 还舔着大逼脸 往报纸上发 是你们他妈傻逼 还是你们已经傻逼到了 以为全世界都是傻逼的程度 你光说他妈 这让我读正能量 我怎么读 瞅你们干这个鸡巴事 再换一个 再给大家换一个 还是上海的 这是上海市闽航区 吴京镇人民政府发布的一条消息 说呀 永南小区有位八十多岁 双腿节肢的癌症病人 平日里呢 癫痪在床 家中只有一位老人在照顾 楼里啊 有没有电梯 如何下楼做核酸 就成了难题 接到求助后 居委干部和志愿者 一共五个人 五个人 穿着防护装备 合力 抬着轮椅 从四楼一层一层往下挪 挪到了楼下 两位老人激动的说 太感谢你们了 太他妈辛苦了 可他妈把你们累死了 咋不累死你们这帮王八糟的呢 你们大爷的 五个人爬楼上 把他妈推脚不变的抬下来 还连他妈轮椅一起抬下来 你们要不要个逼脸 有没有点人性啊 那么大岁数还是残疾人 哎 还他妈好意思折腾人家 不光折腾人家啊 还他妈舔着大逼脸 还当他妈正能量发 还发到政府的网站上 差你们大 你们呐 不光没人性啊 还他妈没脑子啊 除了没人性 就是没脑子 没脑子家 好吧 正能量啊 正能量正能量 哎 这事做得真好 感谢这个 感谢敏航区 这个是什么永南小区的志愿者们啊 感谢聚会的干部们和那五名志愿者们啊 谢谢你们 我代表那两位老人 以及辖区内所有行动不变的啊 老年人和残疾人 感谢你们的八本祖宗 感谢你们的祖宗十八代 好吧 谢谢你们 你们一定会好人有好报 明白吧 人在座 天在看 天到又轮回 看他饶过谁啊 我希望你们呢 最近这段时间 挣了点小钱 最好啊 是买点铸铁背上 把铸铁用大锅熬画了 浇在你们家祖坟上 浇死了 你明白吧 不然的话 那个祖坟呢 很快就会被骂裂了 会骂爆炸 骂爆炸 祖坟被骂爆炸 拿铸铁给他 勾上 你看老王这个主意 这条咨询不要钱 也算正能量 也算正能量 雪雷锋嘛 好事谁还不做点 是不是 哎 真是啊 你说就天天都是这种事 你让我传播什么正能量 哪他妈有 哪有正能量 满眼都是这个玩意儿啊 官媒官媒发的 都是没人性的笑话 是吧 这个老百姓发的东西 就算是真话 就算是实况 就算是事实 你们也是不遗余力的山啊 三秒五秒就给干没有了 是吧 老百姓一个屁都放不出来 哎呀 你让我传播什么正能量 这个 你看就说这个清零这个事吧 哎 向病毒宣战 怎么战 拿什么战 你能看着他在哪 是吧 拿大炮打苍蝇 不是打蚊子 不是打病毒 我也不是对什么清零政策 有什么意见啊 首先一个这个玩意儿 啊 他就是一个没脑子的货 提出来的 那个叫无尊友 是吧 还是什么传染病学专家 治艾滋病的啊 研究艾滋病的 病毒这个玩意儿 你是能战胜的吗 啊 病毒这个玩意儿 你是能清除的吗 都别说病毒了 你能把细菌清零吗 任何一种细菌 你给他清零了 哎呀 咱也别说那么小的了 咱说点看得见摸得着的 你向蚊子宣战 你看看人类 全人类向蚊子宣战 能不能把蚊子清零 能不能把蚊子清零了 向苍蝇宣战 哎 前几年不打老虎拍苍蝇 向苍蝇宣战 能不能把苍蝇清零了 哎 有什么办法把苍蝇清零了 那核弹都没用 我告诉你们 就再把它放大一点 人类社会就凭现在人类的科技水平和医疗水平 以及啊 这个生化武器的水平 一切一切的全算上 你能把老鼠清零吗 老鼠你都清零不了 你要清零啊 病毒怎么想的 你除了能把人清零了 对吧 哎呀 这个玩意儿 当然聊到这儿 我并不是对防疫有什么意见 对防控有什么意见 我只是在讲一个常识 在讲一个逻辑 是吧 稍微有点这个玩意儿 这里边装的啊 就是脖子上边这个瓢里边装的不是屎 就能想明白啊 稍微有那么一丁点智力啊 智商不是负数的 他就不能喊出来什么 把病毒清零了 还来个清零政策 哎 真是啊 但凡有一个有脑子的 这个政策都不可能 哎呀 都别说实行了 他就是一个笑话 跟上楼五个人把老太太抬下来 做核酸 一样一样的 就是一笑话 就是一笑话 是吧 算了 不开玩笑了 其实啊 对着如今这场 风靡全国的清零运动的嘲讽也罢 吐槽也罢 都是想引起共鸣 引起舆论的关注啊 让有关部门的负责人也好啊 有些领导也好 注意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及时的调整以及修正 让各位呢 少落点骂名 老百姓呢 少挨点折腾 就这么简单 再往深了说 有史以来啊 咱们中国呀 中华民族啊 有史以来 当宁臣 的确容易受重用 做奴才 的确容易得宠 但是呢 有还是有史以来 中国历史上的奴才和宁臣 没有一个得的善终 明白吧 没有一个得了善终 几乎个顶个都是落的一个啊 想求一副全尸而不得的下场 这期间的因果啊 厉害啊 真是老王不说 我相信各位有关部门的朋友 身在宫门的朋友 了解的 或者体验到的 肯定比老王更深刻 是吧 各个省市的 什么处级的 厅级的 局级的是吧 国级的又如何 姓伯的又怎样 姓令的又怎样 是吧 姓周的啊 康哥又怎样 郭什么熊 徐什么厚 到最后落的是什么下场 大家也都看着了 是吧 所以佛家就有那么一句话嘛 说是身在宫门好修行 为啥 你们身在宫门 首长生杀大权的人 哎 枪口抬高一寸 那就是德行 那就是积德 对吧 哎 高抬贵手 放别人一条生路的时候 那就是给自己留了一条后路 真的 说到这儿就是掏心窝子的话 每一句话都是人话 每一句话都是为了大家好 是不是 好吧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 咱们明天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